同心会成员近来骚扰法轮功 破坏台湾民主人权的行径引发外界批评 今天台北101大楼现场因为飘小雨 加上有多位人权专家关注抨击 同心会成员今天没有现身 不过长期在101景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向我们的记者表示 这些骚扰人士经常来往两岸背景可疑 但您看到稍早从台北101现场传回来的画面 好的 记者现在位于101大楼旁的公共开放空间 这两三个月以来 一个名为爱国同心会的团体多次出现在这里 骚扰路人和法轮功学员 那么虽然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任何的动静 不过受访的学员提前之前被骚扰的情况人际犹新 来看稍早的访问 骂骂 对 尤其那个女的 她自己说她是上海人 她每次骂以外还把法轮功创始人的照片放在地上踩 上一次还警察来处理事情以后 他们还开了他们的那部车子围绕了警察局在那边转 那么这些骚扰人士呢多与大陆有密切的往来 台湾法轮功学员呼吁台湾警方应该依法保护台湾的民主人权 那我们也不希望再像香港这个样子 警方为什么不作为呢 为什么只看着她就这么这么这么作为呢 是吧 又骂人又打人的 您说这是像民主的社会吗 好 以上就是现场情况 有任何最新消息我们将问您跟进 您的过程 您 slash 心似夜 因此 您的最新消息 您好 由此 好